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临回弃毕 贾国是周代的一个小国 被晋国灭掉以后 百姓都争相逃难 有一个叫临回的贤士 丢掉了价值昂贵的宝玉 背着自己的婴儿慌忙逃跑 有人问他 你是为了钱财吗 婴儿是最不值钱的 你是怕受拖累吗 背着一个婴儿逃跑麻烦多着呢 你丢掉了价值昂贵的宝玉 偏偏要背着一个不值钱的婴儿逃跑 为什么呢 临回回答说 那宝玉只是因为值钱才和我有关系 而这孩子却是我的亲骨肉 他和我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的啊 听到这件事后 庄子认为 因为值钱靠厉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遇上灾难时就会互相抛弃 因为这亲骨肉而天然联在一起的 遇上灾难却会互相援救 相互援救和相互抛弃 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啊